各位小老板 说到渣男表你们会想到什么 我估计很多人会说是罗子祥宜 又有五九百斤来追鬼 包括我这段节目也说过 但是我告诉你们 现在啊 小啦 格局小 现在新进的顶配渣男表 应该是我手中这边 卡修MDV106-A 俗称建鱼 我们呢叫它小追鬼 哈喽 欢迎收看这期的阿表说表 这期内容呢比较特别 哪里特别 特别的特热度 好像说这一对红的表还真不是神表 应该还是真是我手中这枚 比尔盖茨同款的卡修 这个表除了是首富亲自下场带货之外 又因为它外观特别像黑水柜 价格又清明 导致淘宝旗舰店这个月 已经卖了三万块 那么本日趁热度第一 吹牛第二卖表第三的原则 表某人我怎么能不聊一下这枚神表呢 卡修这个品牌其实我接受的不算多 但是我买的第一枚万表 我记得在零几年去香港玩的时候买的 600多块 卡修的一个实影表叫EBI什么来着 有计时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它那个计时针对不准刻度 导致我到现在来 到对那个计时针对不准刻度都特别反感 说回我们这个卡修啊 这个品牌所有的表都有个特点 就是特别的结实 这个不是我道听图书 这是我作为表主的切身感受 我记得我当时带着这个表被车撞过一次 然后我人在地上滚了三圈 我差点不行了 但是表他妈还贼坚挺 小时候我还特别皮 初中的时候还用那个丝袜 就把那个表放在丝袜里边 这样拿着刀流行水 这样甩上跟人打架 然后他打完了还是好的 我估计现在我再把它找出来 换个电池他还是能走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 卡修这个表啊 你基本上好带 他可以陪你出身再陪你入土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表啊 卡修鉴鱼 公价呢500多块钱 二手市场200左右 黑色外圈的盘面 金刚的表壳 橡胶的表带 哦哦拿错了拿错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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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鉴鱼呢 之前是一个媒体大佬和我分享 他说几百块钱就能买到一个 黑水鬼的超级平体 而且还是大牌 你可以做这节目聊聊 一开始我看图片的时候 特别怀疑啊 因为之前几百的水鬼 借鉴款那些很多 包括国产也有 当然做的都很垃圾很垃圾 但是我收到这款表之后 我发现他做的真的还可以 起码他作为一个实音表 他还挺有分量 我们来对比一下黑水鬼啊 其实这个有点不太公平啊 毕竟这个价格放在这 来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呃该有的这个是啊 铝圈这个是桃子圈 单向旋转啊 这个还真的你看这个是单向旋转 这个呢他也是单向旋转啊 就是这个外圈手感转的 这个手感不是太好啊 然后再看他这个盘面里边啊 这个夜光还挺挺亮的 这个夜光呃 再看这些打磨的细节啊 这边抛光面啊 这边抛光面 这边抛光面 然后这个表尔这边 也有这方面这种呃 有层次的打磨 然后这边表尔上也有拉丝 啊其实我觉得做的还真有那么点感觉 然后包括盘面里边的那个毒树 虽然不多吧 但是也能看出他这个毒树里边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打磨 关键有意思的是什么 这个表300米方水 这个表200米方水 而且这个表他也有这个玄弱式把特 哎也拧出来了 当然他上不了链了 日历窗 我还特意挑了一个没有日历的 无历黑 这样的话也就看不到那个 泡泡镜的区别 啊 玻璃通透度呢也不差啊 所以这块表虽然就几百块钱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 呃现象比还挺高的 我自己带了一段时间 带了一天吧 感觉还蛮舒服的 真的他这个胶带 不知道是硅胶还是什么材质的 反正真的蛮舒服的 那么这期节目到底要说什么呢 趁完热度也不能就这么水击视频 对吧 所以我想聊一聊 车品万表 包括机械表 为什么卖这么贵的一个问题 正好这次就可以用这枚 鉴鱼和黑水鬼 400vs6万 做一波简单的分析 这个分享为主 首先做产品就和考试一样 我觉得越是接近于满分 提升的难度和成本就会越大 这个是一定的 然后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 叫产品边界 这个实际上算是一个互联网的名词 这个词代表的是你这个产品需要满足的需求到底有哪些 比如停车场 他就是为了停车 那当他在里面多加了一个广告牌的时候 这个停车场不仅解决了停车的需求 还增加了流量变现的这么一个目的 可以让广告主更好地宣传自己 也可以让这个停车场的厂主 多赚一点 这就算是扩大了产品边界 这么说来产品边界肯定越大越好 对吧 毕竟可以解决更多需求 但是在这个边界之内 存在成本和转化率的性价比问题 这个和上面那个产品的问题有点类似 就比如一个只有20个车位的停车场 你非要放两个广告牌 那你不管广告牌有多少 实际上愿意投你广告的人 可能还是同一个人 毕竟你的流量有限 你能见到的广告和只有一个广告牌的时候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一个只有10个车位 却有着1万个广告牌的停车场 那它就不一样了 它有可能就会被人用天价保下来 因为这种奇葩的停车场 本身就具备非常强的话题性和影响力 这个时候车位就显得不再重要 这种难以被常人理解的1万个广告牌 变得比停车位更有价值 OK我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这里说了20个停车位 一个广告牌的 就是这枚400块钱的建议 10个停车位 1万种广告牌的停车场 代表的就是这枚黑水鬼 停车位当然是停车场的硬性标准 那么无论是走时的稳定性 续航的时间 也就是万表的一些硬性标准 这枚黑水鬼其实是干不过建议的 但是为什么它卖这么贵 是因为它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 1万种广告牌 那么这1万个广告牌 它也要成本的嘛 你看它这个表的 这个什么拉丝 倒角打磨 桃子圈的制作 泡泡镜的设计 甚至外圈刻度数字里的填充 都是白金的 那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它没有意义啊 它值得花天价被人包下来宣传 那还不一定啊 毕竟我觉得 产品做的怎么样 它只是1万个广告牌里的 那100个罢了 剩下的9900个呢 它们的组成 可以是上百年的悠久历史 一脉相传的融化故事 可以是商链时的手感 甚至可以是某个民族带着他唱歌 某个手服带着他泡妹子 这些事件的存在 同样都需要成本 只不过它不一定是以金钱的形式去体现的 就像你订1万个广告牌 广告牌的这个生产商 给了你一个很大的折扣 但是告诉你要自己装 也许到最后人力成本 比买广告牌的费用还要大 这种看似和钱无关的东西 其实是更花成本的 而且为了包下它花费的那个重金 它其实也是1万个广告牌的组成部分 所以这就是400块和6万块之间的主要区别 这个东西在于什么呢 广告主到底对于宣传自己 就是买它的人 对于宣传自己到底有多大的需求 当然了 其实也不乏有很多的广告主 是单纯因为真的喜欢这个 有着1万个广告牌的停车场 才花钱去买下来的 毕竟这种也都算文化习惯了嘛 但是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呢 不还是会非常自然的去联想 这位神奇广告主的真身身份吗 这种宣传的附加值还是依然会存在 所以就是因为广告牌的数量不同 剑鱼和水鬼这两个长得非常像 功能也基本类似的两款万表售价会差这么多 OK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文案写到这里 其实我突然发现我同频写的都他妈是废话 包括水鬼也罢 葡萄亚基石也罢 所有机械表就是好看又好装逼 所以卖的就他妈是贵 喜欢就买不喜欢就得Apple Watch 其实没有那么多道理 但是脚本把的字太多了 我不舍得删你知道吧 就摁着头皮嘎吹 好了 那么买表买表找阿表 联系方式的简介 也可以直接私信我们 把这期整个小抽奖 明天弄调 专门的动态 把这类阿表原味的鉴鱼给修软 拜拜 拜拜 记得看